记者苏孟娟台中报道,今年自台湾师大音乐系毕业的气质系校花美女王欣平超霸气,放弃美国西北大学提供的300万元奖学金,毅然决定留在台湾深耕音乐环境。王欣平坚定有梦就去追信念,期盼能在台湾多元推广音乐,让领赏音乐会成为台湾平易近人的生活休闲。 六岁起开始学习小提琴的王欣平考取台湾师大音乐系后,连续多年通过国外音乐珍视并补助掌学金到意大利、迈阿密及加拿大等地参与脚响乐或国际音乐界演出。 出身音乐家庭的他,不只音乐造诣受肯定,外形又亮丽,大三受到热门网络节目相众介绍,气质细笑花美女访问点月帅突破20万人次,人气超夯,甚至被广告商相众,揭开知名家电,手机及饮料广告。 王欣平今年自台湾师大毕业,原本规划出国深造,一口气申请波士顿、纽约及西北大学等研究所均获录取。 其中,西北大学音乐研究所甚至提供他几近群额的两年300万元奖学金。 但学习之路一路顺遂的王欣平却开始浮现疑问,包括在国外看到国外跨界音乐合作与创作的风气日盛,又看到不少学成归国的音乐人与未出国进修者都是教音乐,让他开始自信出国留学的意义。 此外,国外巡演或研究经验也让王欣平深刻看见当地人士欣赏音乐会如同家常便饭,但在台湾,欣赏音乐会却是特殊节日的庆祝选项,或是局限于部分族群的活动。 甚至他曾有过在台上演奏苦练许久的柴可福斯基作品,有观众看似无感,等演奏望春风时台下热情回馈,众多经验刺激他想做点不一样的事。 王欣平毅然决定放弃300万元的奖学金,选择留在台湾打拼音乐环境。 他说,音乐应是让人乐于领赏,而非曲高和挂,更不应有古典或流行的界线。 以前的流行音乐是现在的古典音乐,现在的流行音乐将是未来的古典音乐。 他想做跨界的音乐推广,让音乐更平易近人,期盼有朝一日,在台湾听音乐会也能是习以为常的生活休闲。 王欣平18日将在台中国家歌剧院参与台中失利交响乐团音乐会,推出国人耳熟能详的古典乐曲及台湾歌谣,国外电影金曲等开始竹梦。 收剧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